这边好多马哟 旁边还有马房 一路过来全部都是这种 那边还有骆驼 这都是人工饲养的 这些骆驼 哇 看着好悠闲 悠哉悠哉的 远处还有一棵单独的树 也太孤独了吧 那棵树 我们这一路过来 全部都是一条笔直的沙漠公路 那边看到了几只小羊 太乖了 我过去看一下 专门下车来 那只好燥呀 它的脚好像断了 后腿 后腿好像断了 是吧 那还有小的 哇 那只小的最可爱了 那边 哇 好可爱啊 两只小的 哇 这是 都是羊宝宝 它在吃这种路边的草 我好像摸它们一下 但是它好像有点胆怯 来 乖乖 来 摸一下嘛 哎 好乖哦 哇 好乖哦 它 它好聪明 摸它 它就来接近我了 好乖哦 来 过来 我看一下那边两只 它的羊角长得一点点起来了 摸得到的 哇 这只 这只山羊太造孽了 它的腿应该是被车撞断了的吧 那两只小的应该是它的宅儿 对吧 这只是山羊妈妈 所以说它到这边来吃草的时候 小的都有跟着妈妈过来了 你看它们吃得好可爱呀 一直在吃 每天要吃多少呀 哎呀 那两只胆子太小了 看着我过去就跑了 我去淘点草给它吃 我淘点草 看它过不过来 咩 咩 咩 它不理我 那个大的来 咩 它都不理我了 在这条路上 有很多感伤 在旅途上 迷失了方向 也许是回忆 让我们有点慌 在过往的岁月 改变了模样 走吧 不摸了 就摸了一下 它就不让我摸了 在那下面去吃草去了 在这边看一下这边的 这边的国道 非常漂亮 非常的笔直 走 斯丁 开车了 妈妈 这边可以近距离的看到骆驼耶 哇 好大 你小心它吐你口水 它会吐口水吗 会 哇 看上去好大哟 真的是好厉害 可以摸吗 不要 不要 小心吐口水 哎呀 我看着还有点怕它嘞 哇塞 哇 它就在拉尿 好好笑啊 哇 我怕它咬我 它会咬人吗 骆驼会咬人吗 哇 它的牙好大 哇 我去炒点草给它吃吧 可以吧 我在那边去拔点草 看有没有 可以 就拔这个吧 这种 它们应该喜欢吃的 我拔几个给它们吃 哇 管哟 来 吃一个 你不要咬我哈 哎呀 我有点傻 吃吗 吃吗 乖乖 吃吗 吃吗 你吃吗 哎 它们不吃哎 它不喜欢吃这个吗 你不喜欢吃这个吗 它没饿 哎呀 它吃了 它没有吃 那个吃了一点 它不吃 它不吃 它不喜欢吃这个 它喜欢吃什么草来了 来 这样摸一下 哇 它的毛好短哦 这边的长一点 哇 摸一下它的风 哇塞 好壮实 这个骆驼可比马大哥多了 其实还挺可爱的 你看它 挺可爱的 但是我怕它咬我 这个 我不敢摸 我感觉这只已经成为我的好朋友了 你看我摸它的耳朵 它还高兴得很 哎 好乖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吧 后面那只来了 哇 这只也来了 我感觉它们都好喜欢我呀 是吧 过来宝贝 过来 我摸一下嘛 这个乖 来 过来 我从这边摸它 哎呦 它身上好脏哦 全是沙 它身上全部都是沙 你摸嘛 这只的头它是让我摸的 你看我一过去它就望着 等一下它希望我摸它的耳朵 扯一下 乖乖乖 这有另外的朋友过来说 喂苹果它不敢喂 我来喂一下 来吃吗 苹果吃吗 它苹果也不吃 你们到底吃什么嘛 它跑开了 来 哎呀 它不吃 它不要 那还给你吧 好吧 好吧 你嫌弃了 那我们走啦 哎呀 你看妈妈 它身上全是沙 走啦走啦 下次有缘再见 拜拜 我们就走啦 这边来玩骆驼的人好多呀 只要开车走过这里 都会来喂一下这边的骆驼 但是草也不吃 苹果也不吃 真的不知道他们喜欢吃什么 就在那里叫 这边也有 它是想回家吗 想回到这边 拜拜 还是像个孩子一样 在这条路上 有很多感伤 在旅途上 迷失了方向